Hello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今天为您带来漫威2021年新片《黑寡妇》 超级英雄纳卡莎直面过往的黑暗经历 是要将邪恶组织铲除 影片开始 199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四口之家 男主人阿利克斯面色凝重地对妻子波波娃说 我们该回去了 波波娃显得很不情愿 但又无计可施,只能神色黯然地点点头 阿利克斯随后挤出笑容 告诉两个年幼的女儿,纳塔莎和叶莲娜 今天要进行大冒险 妹妹叶莲娜听后乐得合不拢嘴 姐姐纳塔莎则有些惶恐 似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阿利克斯和波波娃很快收拾好行李 拿着武器,开车带女儿们离开 路上,纳塔莎看着四周的景色 一脸不舍,但始终保持沉默 阿利克斯和波波娃同样一言不发 只有天真的叶莲娜 伴着车里的音乐,欢快地唱着歌 没多久,一家人来到野外 波波娃刚带着女儿们登上事先隐匿起来的直升机 就有大批探员开着警车追过来 波波娃立即驾驶飞机在跑道上滑行 阿利克斯向警车开了几枪 然后追上直升机跳到机翼上 探员们继续追赶,并且向直升机射击 波波娃不幸被击伤,无法再驾驶飞机 只好让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纳塔莎接替自己 阿利克斯则在机翼上开枪还击 打爆了一辆警车的车胎 片刻后,在波波娃的指导下 努力克制住紧张情绪的纳塔莎 成功让飞机升空 他终于也放松下来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原来,这家四口并非真正的一家人 而是俄罗斯间谍 潜伏俄亥俄州三年 是为了从当地秘密机构盗取技术情报 在情报到手后,暴露了刑迹,遭遇追捕 四人中,六岁的叶莲娜因为年纪太小 对这次任务一无所知 不久后,四人组降落到古巴一处秘密军事基地 阿利克斯将情报交给上司德雷克夫 受伤的波波娃被人用担架抬走送去治疗 叶莲娜哭着跑向母亲 一名士兵上前阻拦 就在这时,纳塔莎突然爆发 他抢了士兵别在腰间的枪 举起枪,发疯似的大喊 谁都别过来 阿利克斯叹了口气 走过去让他放下枪 纳塔莎稍作犹豫后,终于放下枪 随后带着哭枪说 我不想回红房子了 阿利克斯盯着他的双眼 说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 因为你和叶莲娜都很坚强 今后你们要互相扶持 幻音刚落,两名士兵走过来 用麻醉针弄婚姐妹俩 将他们带到名为红房子的秘密基地 接受训练 德雷克夫在红房子里 将大批女孩培养成顶级特工 而这些女特工被他称为寡妇 纳塔莎是其中的佼佼者 也就是后来摆脱德雷克夫的控制 成为超级英雄的黑寡妇 时间来到2016年 纳塔莎因为帮助美国队长 及被通缉的冬日战士 自己也成为通缉犯 她巧妙躲开特警们的追捕隐匿起来 与此同时 仍在为红房子效力的叶莲娜 出现在摩洛哥街头 追杀一个中年女人 打斗中她一刀筒中对方要害 中年女人倒地后 捏碎一个试剂瓶 瓶中释放出红色烟雾 将叶莲娜笼罩 叶莲娜被吓了一跳 但马上露出如梦初醒的神情 原来自从纳塔莎脱离组织后 德雷克夫开始通过化学药剂 对手下的寡妇们进行精神控制 被追杀的女人是前一代寡妇 她研究出气体解毒剂 可以让寡妇们恢复自我意识 摆脱德雷克夫的控制 因此遭到追杀 叶莲娜吸入解毒剂后 立刻摆脱精神控制 她走到中年女人身边 满脸愧疚 中年女人把一个试剂瓶放在她手中说 这是解药 你要想办法救其他女孩 说完就厌弃了 下一秒 跟叶莲娜一起执行任务的同伴 用通话器呼叫她 叶莲娜没有回答 拿着中年女人身旁 装满试剂瓶的箱子离开 德雷克夫得知她辩解 立即派出得力干将 浑身盔甲的模仿大师 带人抓捕叶莲娜 照灰解毒剂 几天后 藏在挪威一个偏僻地方的纳塔莎 收到朋友里奇 从布达佩斯安全屋拿来的纸箱 说里面是一些旧文件 纳塔莎看也没看 就放在车里 晚上 家里的发电机坏了 纳塔莎开车进城买为修零件 行驶到桥上时 突然一枚炮弹袭袭来 车子被掀翻 纳塔莎赶紧跑出车子 随即看到一个穿着盔甲的人走向自己 这人正是德雷克夫派来的 能够模仿任何人动作的模仿大师 纳塔莎果断开枪射击 但对方举起蹲牌挡住子弹 接着 两人展开肉搏 纳塔莎虽然几次被打倒 但每次都迅速爬起来 再次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 他发现对方的目标并不是自己 而是从布达佩斯拿来的纸箱中的一个盒子 于是连番抢弓 将模仿大师逼退 然后拿走河里东西 跳进河里 成功逃离 爬上岸后 他发现从河里拿来的东西 是几个试剂瓶 和小时候自己跟伊莲娜的合影 纳塔莎万万没想到 多年不见的妹妹 居然查出布达佩斯的安全屋 还把试剂瓶和合影塞进纸箱 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取得联系 纳塔莎想知道试剂瓶里装的是什么 立即前往布达佩斯的安全屋 果然见到在这里等待自己的伊莲娜 多年不见的姐妹俩 见面后没有相互拥抱 而是来了一场切磋 各出绝招打成一团 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 才停手休战 叶莲娜随后将气体解毒剂的事情告诉姐姐 还希望她帮自己整垮红房子 解救其他寡妇 正说着 德雷克夫派来追捕叶莲娜的寡妇们赶来 二话不说举枪就射 纳塔莎和叶莲娜边躲边逃 跑到街上后 纳塔莎骑摩托带着叶莲娜离开 但一名寡妇也骑着摩托紧追不舍 追逐中 纳塔莎不慎撞车 跟妹妹被甩出去 两人马上抢了一辆汽车 继续逃命 见追兵阴魂不散 叶莲娜心生一计打开车门 车门被路边柱子撞掉飞出去 刚好砸到追兵 然而 模仿大师又在这时出现 开着装甲车追上来 模仿大师将装甲车 设置为自动驾驶模式 在街头横冲直撞 还射出爆炸箭 姐妹俩的车子随即被爆炸掀翻 在空中翻滚几圈后落在地上 又顺着阶梯滑进地铁站 叶莲娜因此受伤 手臂流血 她和纳塔莎赶紧爬出车子 冲进人群 模仿大师赶到后 见下水道旁有血迹 以为他们在里面 马上进去抓人 那成像 这是纳塔莎的计策 她和叶莲娜其实藏在别处 摆脱追捕后 姐妹俩想找到红房子 解救寡妇们 但二人不知道红房子的具体地址 于是决定去向父亲阿里克斯打听 阿里克斯因为得罪德雷克夫 已经被关在俄罗斯一所位于雪山附近的监狱好多年 纳塔莎和叶莲娜驾驶朋友安排的飞机去捷狱 同时 长人将微型通话器送进监狱 交给阿里克斯 根据纳塔莎的指示 天生审理的阿里克斯马上打晕看守 跑到院子里 其他犯人也跟着往外冲 结果跟看守纠缠在一起 混乱中 阿里克斯往高处爬 想让坐在直升机里的女儿接应自己 但被看守打下去 叶莲娜随机操控直升机 降低飞行高度 纳塔莎借助长绳坠下 打晕多米看守 塔楼上的看守向直升机开火 叶莲娜立即发射流炮弹 炸毁塔楼 那丞相竟然引发旁边的雪山雪邦 看守和犯人见状大惊 都跑回监狱 纳塔莎趁机拉起阿里克斯 回到直升机上 叶莲娜随后操纵飞机升空 赶在雪崩到来前离开 飞机上阿里克斯态度轻迷地 跟两个女儿搭话 但纳塔莎和叶莲娜 似乎并没把她当家人 显得十分冷淡 只是问她红房子在哪 阿里克斯面露失望之情 说我不知道 应该问你们的母亲波波娃 姐妹俩大吃一惊 说母亲不是死了吗 阿里克斯说 波波娃没死 一直在为德雷克夫工作 目前住在圣彼得堡郊外 三人很快来到波波娃的住处 二十年后 曾经的一家四口再次相聚 各个百感交集 不过 只有阿里克斯很自然的喊喧着 纳塔莎 叶莲娜 波波娃 则都露出复杂的眼神 并且默默不语 似乎不知该用怎样的态度 面对曾经因为阴谋 而共同生活的所谓家人 过了一会儿 纳塔莎开口询问 红房子地址 波波娃没有回答 反而说 我和你们在一起是为了任务 根本不是真正的家人 纳塔莎听后不然大怒 也说跟波波娃没有母女之情 叶莲娜却带着哭腔说 不管当初因为什么目的在一起生活 但在那段时间 自己感受到的家庭温暖却是真实的 也真的把他们当成自己家人 听到这番话 纳塔莎 波波娃 都有些尴尬 叶莲娜随后去了别的房间 阿里克斯跟过去安慰 波波娃则告诉纳塔莎 你小时是被家人卖给红房子的 你母亲知道后 想把你抓回去 结果被德雷克夫杀害 纳塔莎第一次听说这段凄惨往事 心中悲痛万分 过了一会儿 她看到屋里有本相册 随手翻开 顿时愣住了 原来相册里有很多 她和叶莲娜小时的照片 这才知道 波波娃其实也将自己视为家人 否则不会一直保留照片 看着照片 波波娃的脸色也柔和下来 跟纳塔莎一样 她也意识到 虚假的一家四口之间 确实有真感情存在 于是 她带着歉意对纳塔莎说 刚发现你们来这里时 我不知道你们的来意 所以通知了红房子 德雷克夫很快会派人来抓你们 不久后 阿里克斯和叶莲娜听到屋外传来飞机轰隆声 然后看到一架飞机落地 街上走下很多全副武装的红房子警卫 阿里克斯心之不妙 刚想冲出去 就被对方用麻醉子弹打晕 叶莲娜想去会和姐姐 结果发现 纳塔莎躺在地上 人是不幸 下一秒 她就被波波娃用电机器电晕 波波娃和警卫们 把纳塔莎 叶莲娜 阿里克斯 以及他们携带的解毒剂带回红房子 红房子其实是一个停留在万米高空的巨大飞行器 看上去犹如空中堡垒 阿里克斯和纳塔莎被关进牢房 叶莲娜则被绑在手术台上 几名医生准备打开她的头颅 研究气体解毒剂对大脑的影响 与此同时 德雷克夫召见波波娃 让她用化学药品控制纳塔莎 交谈中 几位熟悉波波娃的德雷克夫突然觉得 对方的微表情不同往日 她马上意识到 面前这个波波娃是冒牌货 于是撕掉对方的假发面具 结果发现 冒充者正是纳塔莎 原来 纳塔莎得知红房子很快会派人来 就跟波波娃制定了一个计划 二人借助面具互换身份 潜入红房子后 灾案记行事 另一边 伪装成纳塔莎的波波娃 也扯去假发面具 利用自己对红房子的熟悉 轻松脱困 并救出阿利克斯 然后跟耳朵里藏有通话器的 叶莲娜取得联系 告诉她 腿上绑着一把刀 叶莲娜马上把刀割断身上束缚 再干净利落地杀死医生们 波波娃随后让叶莲娜 去找解毒剂 解救寡妇们 自己则去控制室 打算操控红房子落地 再看纳塔莎这边 她眼中射出充满仇恨的火焰 含泪控诉德雷克夫 杀死自己的母亲 德雷克夫镇定自若 说当年你脱离组局时 想炸死我 结果把我的女儿 安东尼亚炸成重伤 如果不是我在女儿身上 安装芯片 将她改造成模仿大师 她一定会死 所以我们也算扯平了 说完这番话 德雷克夫是一旁边的 模仿大师摘下头盔 纳塔莎在模仿大师 果然就是安东尼亚 而且脸上满是烧伤痕迹 心中涌出愧疚之情 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奇怪的是 德雷克夫并没让女儿攻击纳塔莎 反而让她离开 下一秒 纳塔莎把枪对准她 德雷克夫却面不改色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纳塔莎想开枪 却像被无形力量控制 无法抠下扳机 只能任由德雷克夫拿走手枪 纳塔莎又拔出刀来 但也无法刺下 德雷克夫得意地说 我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性吸素 所有寡妇闻到性吸素的气味 就无法对我动手 模仿大师离开后 遇到波波娃和阿里克斯 阿里克斯上前迎战 波波娃则去了控制室 想让红房子落地 但被德雷克夫通过监控发现 并且将操作系统锁死 接下来 纳塔莎猛地把鼻梁撞向桌子 硬生生切断嗅觉神经 因为吻不到气味 也就可以向德雷克夫动手了 德雷克夫被打倒在地 赶紧按响警报 同一时刻 叶莲娜找到了解读剂 波波娃则从警卫手中 抢来一把枪 再开枪击毁红房子的引擎 令红房子开始瓦解 坠落 波波娃又去帮 正被模仿大师痛殴的阿里克斯 他启动机关 将模仿大师锁在一个房间里 听到警报声后 所有寡妇 迅速赶到德雷克夫办公室 德雷克夫起身就跑 纳塔莎则跟阻拦自己的众多寡妇 打起来 寡不敌众的他很快被制服 危机关头 叶莲娜赶来 把解读剂试剂 绑在闪光弹上扔出 闪光弹爆炸 气体解读剂释放出来 寡妇们恢复自主意识 摆脱精神控制 于是不再攻击纳塔莎 紧接着 他们一起乘飞机 离开已经开始发生爆炸的红房子 阿里克斯和波波娃 也找了一架飞机逃离 纳塔莎先拷贝了红房子的数据库 再放出被锁在房间里的模仿大师 准备撤离时 刚好看到德雷克夫登上飞机 而叶琳娜竟然追过去 摧毁飞机引擎 飞机发生爆炸 德雷克夫被炸死 叶莲娜也被气浪掀翻 从空中坠落 纳塔莎赶紧拿起一个降落伞包 跳下去 追上妹妹 打开降落伞 接着 她发现模仿大师也跳下来 正冲向自己 于是把降落伞交给妹妹 再推开她 自己则抱住冲过来的模仿大师 跟对方在空中撕打 片刻后 模仿大师打开降落伞 二人落地后又打成一团 纳塔莎瞅准机会 砸碎藏在身上的试剂瓶 模仿大师被解毒气体笼罩 顿时恢复意识 摆脱控制 她意识到 父亲对自己并无亲情 只将自己当成杀人工具 因此不再攻击纳塔莎 纳塔莎随后找到叶琳娜 姐妹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 阿里克斯和波波娃也走过来 一家四口再度聚首 接着 之前乘飞机逃离红房子的寡妇们 与他们会合 纳塔莎把红房子的数据库 交给叶琳娜 让她跟寡妇们 找到被德雷克夫 安排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寡妇 解救他们 波波娃 叶琳娜 阿里克斯 模仿大师和众寡妇 一起乘机离开 纳塔莎则则要去完成新任务 两周后 她驾驶飞机升空 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影片结束 在漫威电影宇宙中 黑寡妇凭借多面性格 和充沛的感情世界 成为影迷最爱的超级英雄之一 但没人知道 她在成为超级英雄前 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 本片揭开层层迷雾 讲述了纳塔莎的过往经历 为影迷们呈现出一个完整 立体的黑寡妇 希望你们会喜欢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